飲料店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烤肉 有十多个人 有人在室内 也有人在棋楼下 大概四五个人左右 但过没多久 一辆小客车突然冲过来 当下尖叫声四起 这状况是发生在昨天晚上9点左右 在台南嘉里区 而这辆小客车 不明原因突然失控 直接往棋楼下冲撞 当下在棋楼下的人受到了波及 甚至还有就读国小的小孩子 分别受到了擦措伤 但意识是清楚的 而初不了解 肇事的小客车是外籍移工 目击者表示 这辆车子是一路蛇行 但来到路口的不明原因 先冲撞了车子之后 整个车头失控 又在撞进了民宅的棋楼下 总共陆续造成了七个人受伤 是否因为下雨天 车开太快 才会造成这起车祸 详细的原因还要再厘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